在当地导游的带领下 男子穿着救生衣 从巨大的石头上一跃而下 游客们纷纷发出惊呼 这里是绿岛新的秘境 蓝洞 绿岛是台湾国内旅游 必选的景点之一 不只有清澈的海水 也是潜水客热爱景点 而近几年在这里 也出现一个秘境行程 探索蓝洞 那这个秘境行程呢 刚开始当然 比较没有那么多人来 知道了以后 发现这边的漂亮 所以就越来越多人 那个洞待我们下水以后 你会看到那个水色 非常的漂亮 然后非常的清澈 对 然后你可以从上面 一点就可以看到 蓝洞是一个天然海石洞 位在绿岛柚子湖附近 越行海石洞的海面 因为阳光折射 闪耀出神秘的蓝光 就好像一颗蓝宝石一样 但是想要到蓝洞完 必须先做好万全的准备 除了穿着胶鞋 以及救生衣之外 还必须从柚子湖徒步 走二十分钟才能抵达 但是导游也提醒 千万别独自一人前往 那这边的水呢 因为它会往外流 所以你会被 下去以后 你会被流向外面去 所以非常危险 所以我们来这个地方 都会挑时间 我们家里会看 时段 看海水的涨最早 游客一个接着一个 抓着游泳圈在水里飘啊飘 享受着泡在海水里的放松感 天然的椒岩 也变成最佳的跳水平台 民众不防车的假期 也来一睹绿岛蓝洞的美景 现在新闻网号远 红士涵台东采访报导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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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